好的,咱们的课程马上开始 首先还是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品尚网络学院 也是我们PS修图学院的周六晚上的进阶修图公开课 我是你们的主将老师 我的名字呢叫陈海潮 我从06年开始从事摄影后期广告设计、商业修图等工作 作品多字,刊登国地著名摄影杂志记忆人像 并获得了09年的全国人像挑战赛类主 其他广告咱们不多说了 想了解咱们许愿的百度以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已经打开了啊 今天讲的是一个机器在这个蒸汽朋克风格的 一个简单的小合成 咱们看一下前后的效果 这修之前的 这是咱们调完之后的效果 除了扣图换背景、调色、修图之外 今天这个字的小亮点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打造这种有质感的字 用一些素材进行一个简单的特效 这个是咱们做好的素材啊 我做了一套 如果哪个同学想获得 咱们课下 直接联系我就行 咱们先看今天的内容 这个字就是非常朋克 加上去非常的和谐 咱们打开原图 咱们重启一下PS啊 好 打开原图进PS之后呢 首先我们要调整一下它的色温 找到摆平衡工具 我们可以吸取 里面应该是五彩色的区域 一般拍这种背景 就是室内做合成的 它都是拍纯色背景 像这种 大家都会用一些灰色的布 所以说我们就认为 它的这个布是灰的啊 我们就直接点它的布 就可以校正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认为 它的服装或者道具 某些位置 它是五彩色 比如说它这个 金属环这里啊 也可以作为参考色 点哪里 哪里变成灰色 就是五彩色 周围的色彩 随着也会发生一个 色温的调整 就会让整个照片 颜色 矫正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矫正颜色的方法 它不是特别准确啊 记住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背景布 它会受环境的影响 啊 如果环境的灯是冷色的 这个背景布 它拍的会比较冷 哎 但是你吸背景布 它人的肤色 就会不正常 因为我们的背景布 和人的肤色 它反光 反出来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严格意义上 我们应该吸灰卡 只是画面上没有 我们就找认为 是五彩色的地方 给它吸取 明白的同学 回复一个意 所以说真正的这种 准确的 就是吸灰卡的颜色 就可以校正 必须在拍摄的时候 哎 把这个卡片啊 放到画面中啊 拍摄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打开图像啊 对它进行个调整 我们并没有在 CAMRO里面 对它进行调色 啊 我们这几个主要是在 PS里教大家如何调啊 CAMRO转片的 咱们以后再讲 找到彩点工具啊 这里有一个选项栏啊 就猜到栏下面这行 叫选项栏 如果你这里有数字的话 你可以点右边的清除 不要让这里出现任何的数字 这样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放大裁减啊 我们就把它扩展一下 不要让它显得头特别大 我们把下边这块给它裁掉啊 从它的腰这块开始 把人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适当放大一点 方便我们去做一些合成 好 我们直接双击裁减 裁减完毕 找到钢笔工具 放大 按住Ctrl键 加空格键 按住鼠标左键 左右移动鼠标啊 就可以放大缩小 我们找到钢笔工具 在这里建立节点 对它进行 钢笔抠图 有不懂钢笔扣图的同学吗 不懂的同学回复一个2 懂的同学回复一个1 如果不懂得多 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好 大部分都懂了啊 钢笔扣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两点生成一线的方法啊 通过较少的节点来进行勾勒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整个的弧度变得更自然 就是钢笔扣图 它的节点越多 它扣出来啊 它就越不自然 这个大家要明白 而且这个图 咱们仔细扣一下 它并不是特别复杂 它头发也没有露出来 被帽子遮住了 所以说是很方便的 我们就尽量的把它的细节 也都给它保留出来就行了 好 帽子这块 扣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量的靠内一些 这样的话不会把边缘扣上 你会感觉 它非常干净 如果你把边缘扣出来了 它会受背景的颜色的影响 有一个小黑边啊 这个咱们还得后期去掉 所以说扣图的时候 往内扣一点点 扣一个两个像素 就可以了 你手指在扣的时候 就是用两点生成一线的方法去处理的 你看这个手臂这块 还衣服 衣服 好 双击解锁图层 添加 添加蒙版就行 我们再把它扣着加这复制一个 隐藏图层灵 这个是背景 我们保护 我们对图层灵拷贝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拖进来一个素材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课下 也可以利用其他的啊 你喜欢的背景做练习 做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地面往下来一点 通过这个图层 这个地并线呢 它不应该在这块 所以说往上来一点就可以 好 挑完之后我们放大 点击图层灵拷贝 找到修复工具 把皮肤上比较明显的 痘痘斑点去掉 或者污点修复画笔工具都可以 看你的个人习惯 这个图主要是表现合成 所以说咱们皮肤啊 千万不要把它修得特别过 还有这是个男士 口男士的时候 处理男士的时候啊 一定要保留一些细节 不要把它的皮肤处理的特别光滑 有时候一些小的抬头纹 这都可以留着啊 一点抬头纹都没有 它太过粮粮腔了啊 它这块就留着了 抬头纹 而且这种片子 它也是硬朗的片子啊 我们做这个机械缝课 必须有这个蒸汽感 这个机械感是吗 OK 处理完毕呢 我们再给它大概的处理一下 脸上一些大的层次的问题 它小的细节可以留一点 但在黑白模式上面 我们还得检查啊 降低红一黄 在黑白模式下观察 你会发现这几块还是有点脏的 就是说它的层次不太均匀 我们可以复制出来 看着加这 反向它 红红模式现行光 略镜其他 高反差保留 我们竖直改成 9 9越点高了 你就改小一点啊 改成6.6 对于这张图来说的 6.6还是有点小 我们改成7.2 差不多了 找到略镜 模糊 高丝模糊 7.2 我们直接对它 看着加记编组 对图层组 填件蒙版 再对蒙版反向 然后找到画笔工具 前景色设置为白色 不透明度 流量 设置为100 来擦一下它的皮肤部分 通过这样 我们可以让它的皮肤的 这个层次 过路一遍 不会让它的暗斑 太明显 这个暗斑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皮肤上这些小点啊 依然会被保留 它只是处理暗斑的层次 如果你擦额头 你会表 这看到它的抬头纹减弱了 但是这个抬头纹我要了 所以说我就不去擦 如果你不想要 你可以适当擦一下 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次添加一个曲线 曲线提亮 曲线提亮 曲线放到图层组上面啊 点击曲线蒙版 反向它 找到画笔工具 前景色设置为10左右 啊 这个前景色的 不透明是为10左右 前景色现在是白的 在这里刷一下它的结构啊 然后咱们现在用的是鼠标啊 你用数据板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力度控制大小 如果用鼠标 你可以放大一点 用比较大的鼠标啊 这个画笔擦一下 再缩小画笔再擦 不透明都是10嘛 你通过逐渐缩小画笔 可以让你的结构啊 就颧骨的高光的结构 逐渐缩窄 这样画出来就比较立体感 如果是数据板的话 就没必要这样了 你完全通过手 控制压力大小 画出来就会有粗细 深浅的变化 所以说咱们 这个专业修图师 数据板是必备的 它提高效率 而且能够让效果 也变好 原因比我们用鼠标要方便啊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1 接下来呢 我们隐藏黑白观察涂层 看一下前后效果 是不是更立体了 而且皮肤的脏东西啊 也被我们处理干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盖印涂层 盖印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隐藏背景啊 这样我们盖印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涂层了啊 就是我们修好的皮肤的 这个人的涂层 盖印快捷键是 Ctrl Shift Alt加E Ctrl Shift Alt加E 就是键盘左下角 三个快捷键 加这个AE的E 用文字母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隐藏 左二隐藏 涂层灵口碑 把背景打开 现在它就变成了两个涂层了嘛 就方便我们去做操作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调色的操作 首先呢 我们要点击背景 背景现在是智能对象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找到对镜 模糊 高丝模糊 把背景模糊一下 哎 现在呢 我们要适当模糊一下背景 不会让背景显得太乱 因为现在呢 是明显这个广角 如果你这个 虚化太强的话 也不科学啊 这个广角镜头 能达到2.8的光圈 就很厉害了 所以说不要把它调到虚化太强 而且我也想交代一些细节 如果虚化太强了 就主要是集中在人脸了嘛 咱们正体朋克风格 多保留一些细节 就是背景的细节 所以说我们适当 虚化一点点即可啊 而且越接近人的位置啊 它的虚化又会弱一点 啊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点击 下面生成的智能滤镜的蒙版 这个白色这个区 用黑色画笔工具 前景色 设置为黑啊 不特别都为二三十左右 哎 那把他的前部的这个区啊 适当的去擦一擦 让前部 接近人的位置的 会清晰一点点啊 就可以了 简单的刷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他进行调色了 啊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一个通道混合器 按住ALTOUT键 鼠标 放在通道混合器调整图层 与图层一之间 鼠标左键 单击 让通道混合器剪辑进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主要对人进行调色 啊 你怎么调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背景 调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看一下它的颜色 为了保留更多的细节 其实它这个道具啊 非常有这个质感啊 非常有个性的道具 它的颜色要多留一些 所以有我操作的时候就只调皮肤 我会用模板屏蔽出衣服啊 那么我们现在输出通道为蓝 我们蓝色 改成50啊 输出哪个通道 哪个通道 默认就是100% 改成0就完全那个删掉 改成50 就是删一半 我们再把绿色加上来 加到50 这样的话呢 它总计数量为100 就相当于我替换通道色 来达到讲黄的目的 讲黄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让肤色均匀啊 不调的话呢 可能皮肤有的地方黄 有的地方红 挑完之后 你再添加一个曲线 再剪辑进去 这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给它加黄 这样它的皮肤就会黄的均匀 比我刚才呀 没有统一之前的那个黄 要均匀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1 这是前后两个效果啊 下边是 统一完毕又加黄 上面是没有统一之前的 你会发现它的下巴 和鼻梁上面和鼻梁中间的区域的颜色 反差较大 鼻子这块呢 阳红色多 下边是有些发绿了 额头也是 挑了完毕之后呢 从上到下 它的颜色都是比较均匀的 然后呢 就是老师绿镜蒙版怎么加 绿镜蒙版 它必须得变成智能对象才能加 所以说一般我要拖进来一张照片啊 就是在CS5或以上的版本 你直接把照片素材 拖进到你打开的文档里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让你这个图片变成智能对象 就是智能对象的图层 右下角有一个这样的小图标 看到了吗 有智能对象意思代表 它受智能对象的保护 你放大缩小啊 你放的特别小 然后呢 你放的特别小啊 你看我放的这么小 基本上你看不到东西了 全是马赛克了啊 你再放大 它不会有影响 就是智能对象可以起到保护 我们未图像素图的目的 就是智能对象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刚才演示的 智能对象下面 它可以添加智能内镜 智能内镜可以自带内镜蒙版 我们可以直接加一个动感模糊 模糊完毕 在下面生成一个蒙版 生成蒙版点滴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黑色 我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加动感模糊的地方擦出来 这就是智能对象的好处啊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如果它不是智能对象 你要实现这个操作 你就得多添加一个涂层 它操作起来不方便 然后呢 我们要不是智能对象啊 就是我们很多同学不注意 就以前啊 CS5 以前的老版本的时候 就是很多设计师 因为没有智能对象 它这个功能嘛 很多这个修筑师设计师 他做相册的时候 他就会把照片缩小一点 然后再放大 这他不懂嘛 他一缩小再放大 其实指的就是把像素压缩 把像素压缩之后 再给它强行的增加分辨率 压缩之后 像素数量变少 质量会下降 你就算再给它 拖到原来的分辨率 它也会变差 明白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所以说这个CS5和以后的版本 新版本都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操作的时候啊 这就就好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智能对象下面 它是无法用我们卫图工具的啊 什么叫卫图工具呢 PS是卫图图像处理软件啊 卫图图像处理软件 卫图也就是像素图 由像素构成的啊 我们相机拍出来的都是像素 哎 就是你的相机2000万像素 你的手机2000万像素啊 有的人啊 有买5000万像素的啊 中化服 或者是买4000万像素的这个佳能 是吧 都可以 这是像素数量 那么这个像素数量 其实指的就是卫图啊 指的就是卫图 它就是由像素构成的啊 然后还有一叫做实量的啊 实量对象 实量对象像钢笔工具 这都是实量的啊 什么叫做实量的呢 那么钢笔工具 它可以穿过像素 就是说你在放大 我见路径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像素分开的 你看到了吗 它是可以穿过像素 就是这个钢笔工具 它的实量啊 实量的 它以前片子里是没有的 这后来加入的 很早就加入了 在5.0 5.0还是6.0就加入了啊 在九几年的版本都有 那么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主要就是 它可以方便你抠图嘛 还有做一些特效啊 顺着路径描边 顺着路径做一些 哎 这个雪花之类的 哎 那么这个路径 在位图里面 它不变成 实量的工具 是无法使用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你现在这样路径 你打印出来 路径看不见 对不对 哎 你只有对它进行描边 或者对它进行 变选区 扣图 才有用 啊 所以说我们 Ctrl加回说 变成选区了 它就会 四舍五入 就近选择 你看 它得到的一个选区 就不会穿过 半个像素 哎 为什么呢 因为选区 它是位图工具 最小只能选择 一个像素 对我刚才讲的 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所以说当你在用路 这个钢尾工具 扣图 然后变成选区的时候 严格意义上说 它都会有一些损失 啊 但是这个损失 只要不是扣那种 像素特别低的图 你都可以忽略的啊 刚才有个同学问了 这个 这种具象 我就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PS 就是一些基础 因为很多同学 没有系统学习过 咱们Photoshop 连这个软件 是干什么用的 它的原理都不知道啊 咱们这个VIP课程 是从软件打开关闭 再从软件的啊 这个计算机 为什么能够显示图像 我们PS 是在什么样的 这个前提下 开发出来的啊 它遵循的是什么原理 这都告诉你了 因为我们平面设计软件 有很多 咱们Photoshop 它就是处理位图图像的 那么我们AI 它是处理水量图的 在AI里面 你是可以任意放大所小 就是你做个logo 包装什么的 都是用AI做 我们要处理这个照片 处理手机拍的 相机拍的 这些都是用PS 做方便啊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有损失 这个损失 一般你都可以忽略 这个忽略它 就是不用管它 但是如果你处理这个图 相度非常低 你不要用钢笔工具去抠它啊 你可以用我们的快速啊 选择工具啊 快速选择工具 就是可以通过我们 下班这个 进行抠图 这咱以后再说啊 所以说这个智能对象 非常好用 然后就是再回答我们刚才 位图工具有哪些 像图章 它就是取缘 取缘取的就是像素的像素数量啊 所以说图章工具是位图工具 在智能对象模式上面 我是无法用图章的啊 它告诉你 必须得 哎 把它变成 这个位图的才可以 明白吗 就当我取缘 它也无法使 是吧 必须删个画 删个画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智能对象变成普通的位图 就可以用画笔啊 图章啊 橡笔擦等等 这些位图的工具 啊 当然了 在这个模式上面你是可以见路径的啊 这位路径它是水量图工具啊 是水量工具 OK 这个工具是有区别的 那么它调法也是不一样啊 OK 接下来咱们再继续说 刚才有个同学问 哎 这个调脸色 他们还没调完呢啊 刚才咱们是通道混合器是吧 添加通道混合器 剪切进去 这样我们通道混合器就只能对人进行调色了啊 方便 方便我们修改不影响背景色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哎 刚才我们是把输出通道选择蓝了啊 把蓝色改成50 绿色改成50 这样就相当于替换掉脸上一半的黄啊 让两个通道进行混合 两个通道的明度图比较接近 它将生成它的混合色 哎 也就是青啊 绿加蓝等于青色 青色加红色 它是一个青红色 这个画面上青红色为主 所以说它就没有黄 没有黄呢 我们就加了一个曲线 加了曲线又给它加了黄了 就相当于 先统一它 让脸上的颜色统一 然后再给它统一加黄 那么是什么意思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相当于 哎 在学校里面 有很多小朋友啊 高矮胖瘦都不一样 但是啊 要过儿童节了 我们要表演节目 我们必须得把小朋友啊 选出来 选出那种个头差不多的 你知道吗 如果有胖有矮啊 都在一起跳舞啊 它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我们就选出身高啊 胖瘦都差不多小朋友 组成一个表演团队 这样的话表演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呀 这是统一啊 统一 统一完毕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啊 还得进行包装啊 如果你他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他就不好看 明白吗 我让他穿上统一的那种表演服装 然后我们就可以统一的给他上色啊 你看我现在给他上色了啊 上色出来的效果啊 他都是那种非常干净的色彩 说白了 他不会出现太多的那种色彩的反差 就显得比较干净 明白的同学回复一个意 修图的这个套路啊 就跟咱们 这这这个平时组织活动什么都差不多 我们必须得先把它整体啊 给他调出来一个趋势 然后再进行细节的雕琢 我们色彩啊 它是得统一的啊 因为影响我们脸脏的问题 因为好多同学都说 老师我的皮肤修不干净啊 首先你的明度层次处理不干净 你皮肤脏 第二个的就是色彩不同意 也会脏 咱们的VIP课程会教你啊 如何去分析 如何去调啊 调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这都是有固定的数值 我们的曲线拉到多少啊 是多少啊 代表什么意思 亚当斯分极帮忙法吗 是吧 你调到八九 一般商业片的亮度就足够了 哎 调到多少 合适 对比度加到多少 这都是有区别的 那么继续讲啊 我们刚才呢 就统一了嘛 统一完毕 我还要调一下它的肤色啊 点击透着工具 点击脸 脸往上调 调到八 就差不多了啊 这个亮度 然后再点击它的头发这块啊 在点头发之前 我先缩小看一下暗部 如果暗部还是可以的啊 我们就不要这个处理这块了啊 我们可以点一下阴影的地方 你看阴影的地方也不用点 压回来一点吧 哎 调完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调色啊 我们直接添加一个色线保护度 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曲线这里边找到任何一个颜色通道 红色也行 红色往下调 加轻啊 高光 你看加出这种色调 如果是蓝色的话呢 你可以暗部往下调 加黄 高光往上 也可以加出一共 渐变色 这个就是暗部偏黄 高光偏蓝的这么一个渐变色的质感的效果啊 或者你不喜欢这种渐变色 你就整体往下压 得到一个整体偏黄的效果 这个都可以 那么调到什么地方 由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风格决定 我们现在呢 它这个换的环境啊 它是在一个地铁里面啊 哎 估计是 英国呀 或者是欧美国家用地铁 欧式的上面有一些 呃 非常 呃 有这种五六十年代风格的啊 这种建筑 就是符合咱们今天 蒸汽朋克的主题 而且是一个黄灯 所以说黄色的灯 它会影响我们 人的色彩 那么又引申到了其他的概念啊 就是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就是说在做合成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么调 它能符合 哎 我们真实的效果 一般来讲 哎 我们 环境色 环境色啊 影响 物体的暗部 啊 高光影响物体的亮部 哎 这是一个 就是美术上面的一个知识 那么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在画画的时候 是这样画的 哎 在调色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啊 我们可以让暗部 受黄一点 多一点 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这样调 蓝的暗部往下调 哎 高光呢 是高光偏什么呢 高光偏白偏蓝啊 我们可以往上拉一点 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调出来的颜色 它的脸不会 变成艺术的话 它还会有一些细节啊 然后缩小看 它也是与我们的整体 与我们整体这个环境啊 相呼应 协调啊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好 那么又衍生到一个问题 现在 在头顶上就有灯的啊 灯是属于光源色吗 没错 灯应该影响照片的高光的啊 环境是什么色 环境按我说 它应该是青色吧 哎 所以说这个照片 它应该是暗部加一点青才对 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调啊 红色 暗部往下来一点 哎 红色的补色是青 红色暗部趋直往下调 就是暗部加青 哎 高光的蓝 那么我们就直接的把红色的高光往上加一点 哎 绿色的高光往上加一点 这样我们这个 什么呀 高光那块 它就加出了黄色 暗部还是偏青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高光这里 加点 黄 蓝色往下压 哎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哎 你看这个片子看出来 看着就比刚才更更细致了 那主要是在暗部 比如说你看它的衣服啊 刚才我们是整体直接加黄 得到的效果啊 这个衣服是黄的 看这个手的地方啊 现在我们又给它升级了啊 调色的时候注意了 哎 这个自然规律了 你看 是不是好多了 哎 你感觉这个手的细节更丰富了啊 而且它还是很像 哎 这就是咱们必须了解一些科学道理啊 咱们修图也不是瞎朽 哎 靠审美 咱们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系统的接受过美术的这个培训 美术基本的培训都没有 那你靠审美是靠什么呢 是靠自信吗 啊 没有 没有人天生的就就就懂这些东西啊 哎 除非你观察力特别强 哎 你像樊高画的画 他画出来也是属于抽象派的 这不是属于现实的 哎 所以说你可能你是和他一样 抽象派的修图师 修出来可能一般人都接受不了啊 但是咱们要想修的好啊 修的符合大众审美赚钱 哎 因为你符合大众审美你才能赚上钱的啊 是吧 所以说你必须得懂一些基本的道理 明白的同学回复一个业 没事可以看一些美术审官的书籍啊 把这个私材理论什么的都看一看 对你做设计做修图都非常有帮助 好 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 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讲啊 我们现在呢 在对他进行渲染 我们可以Ctrl Shift Alt加E 盖印盖印出来之后 火候模式改成柔光 柔光 火候模式 找到内接有模糊 高丝模糊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层次渲染出来了啊 高丝模糊之后呢 整个层次会有厚度的质感 就像文版画一样啊 我们对这个图层啊 降低饱和度 明度提高一点啊 不然的话 整个照片啊 它的味道口味就比较重了啊 非常深 我们现在降低饱和度 要提高了明度了啊 你看他非常自然了 自然多了 我们要天天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 把我们这个脸擦出来 擦脸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脸的这块 不要用柔光啊 用柔光去影响它 我脸还要保留细节 我们再次Ctrl Shift Alt加E盖印 盖印完毕 滤镜其他高分担保留 高分担保留高一点啊 高一点再轮廓出来 火候模式改成柔光 叠加都可以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脸的细节层次更好 更有质感 最后一步呢 其实我们就是加字了 咱们可以随便加啊 会可以加我的名字都可以 咱们是一套的 英文26个字母 这个棚个风格的非常棒啊 没事了 但大家也可以自己拼自己的名字 这个字的素材呢 只有这个好评 才能得到啊 咱们就直接拼咱们的PS修图了啊 不拼什么朋克了啊 把字都拖进去 它是由皮带金属扣 组装成的这个字 非常棒 拼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纯色 作为底色 纯白的吧 方便观察 拖一个参考线 现在这个字啊 在拖的时候 在拖图层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自动的参考 在试图里面有一个叫做 对齐道 这里有参考线啊 这把这都勾选上就可以了 把那U复制一个 把它字一字之间的间距掌握好啊 PS修图是咱们的网站 PS修图.com啊 把它编组 组命名为字 方便我们修改 放到这块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加按键了 现在四周太清晰 字我又看不清 我要加一个 曲线往下压 高光垂直往下压 点击蒙板 找到画笔工具 用黑色的揉边画笔工具 擦 不同频度为四五十 擦脸这块 好 这按键出来了啊 这个效果就明显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调色 可以添加一个黑白 见面色 火候模式 改成明度 它的质感就会更强一些 降低它的不同明度 再复制出来 火候模式改成正常 不同明度可以调整 保护度不要太高了 然后就是加上它的镜 镜头 咱们原来的这块就比较扭曲 所以说你必须得先给它盖印出来 先给它调一下 或者你直接把右边这块复制到左边去啊 找到椭圆框工具 按住ALTOUT键 从中间 再按住室友的键 拖拐出一个圆 复制出来 把它移动过去 先用它的左边 补到它的右边去 添加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 边缘这块擦一下 这点两个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就大概一做 不仔细的弄了 大家自己刻下去 把它做的仔细一点 就算圆放在这里 它也不行啊 右键 看出加T 右键 找到变形 把它拖到边缘上就可以了 露出金属边框 镜片分左右 不要用一样的镜片 它是没有这感觉的 没有透视感的啊 镜片上有一些灰层也没关系 你不用管它了 更有这个质感 好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保护度降低一点 点击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 擦一下它的皮带扣 皮带扣保护度高一点 手的颜色 然后皮带扣 你尽量调的 就跟你这个手的颜色 这个皮手套是一样的啊 咱们还没有单独调这个 皮带的颜色 就这个皮带扣 这个字 先把字 咱们直接合并了 合并之后 添加一个色相保护度 剪切进去 单独调一下就可以 保护度加明度减 多加一点 好 差不多了 好 对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 还有哪个同学有问题 有问题的可以提 如果哪个同学想要今天视频的录播 一会儿客厦给我五颗星好评 外加15个字 以上的评语 就可以获得今天视频录播 外加今天讲课的素材 这个字就是故意要这么突出的啊 它就是一个机械朋克的风格的字体 如果你让它不突出 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而且这个字还有大 让它更明显 让它变成背景 甚至咱们整个画面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这个字我们可以单独放的特别大 然后做几个 金属链挂在整个车站上 这感觉就更棒了 它不是水印 这个字不是水印 它是装饰品 是让整个画面更有朋克味道的关键 没有这个字就非常没意思了 加上这个字 这个神运就活了 所以说咱们加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有的字它是水印 比如说下面我会加一些水印 加水印就是版权嘛 你看下面 我这个有冲海潮 这个WORKS 就是冲海潮作品 这个水印 这个水印是半透明的 不会加的特别大 但是上面这个必须得大 而且字母得少 因为现在个朋克字 它的字越多 它越突出不了细节 它整个的都是用皮带扣拼出来的 金属质感啊 非常棒 所以说如果它字太多的话 就会乱 本来这是一个朋克的意思嘛 可以加上蒸汽 英文 但是字太多了 我就取消了 我就加了一个朋克 就是四个字母 就是还是比较OK的 你看这个加多了 没什么意思了啊 然后最后你要想 这个调色 你还可以继续添加一个曲线 可以再把它调成你想要的效果 但是我们周立朋克 大家的风格 整体映朗一点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偏冷一点 也都是没问题 当然了 暖色 对比色 这种也是不错的 就让暗部 我偏冷 com 感谢观看